好 我們就來把它打開吧 我以為它 盒子只有單純就是表面上黑色 欸 還不錯餒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語 又來到了每週五的仔生活 今天呢 我們也是來開一些動漫周邊的 那在這邊先問一下各位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就是刀剑成玉這部作品 它是在2012的時候播出的 那當年 刀剑成玉非常紅 就是超級火紅的 真的欸 每幾年都會有一部火紅作品 後來應該是什麼 驚喜劇人 在後面的話就是那個鬼面之刃嘛 基本上每幾年就會有一部超級爆紅作品 那刀剑成玉就是當初的非常紅作品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它那時候的設定蠻特別的 它就是他們帶著VR 然後結果後來被困在VR裡面 這部作品被我講得好無聊 這種類似像是穿越 它其實並沒有穿越 可是它有一世界的要素在 那這種的作品當初其實蠻少的 所以還蠻新鮮的 然後很喜歡這樣 我目前是看到那個 那個同仁剛醒來 我是看到那邊 有看一點點後面跟他妹妹那一段 他妹真的是有果香的 好 這題外話 那總之就是 刀剑成玉當初就是蠻火紅的 不管有沒有看到刀剑成玉應該都知道 有一個場景 明場面 之前 費玉有翻拍過那個明場面 沒錯 就是 同仁說幫我撐十秒 然後他就 把自己的兩把劍全部叫出來 然後就開始 新爆氣流戰 那名場面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今天 我們就是要來開箱 其中一把劍 沒錯 就是我們的 鏟釋者 噔噔 這是我的剪輯師 雷鳳提供的 當初我以為他提供給我的鏟釋者是 有另外一把 要價四萬塊的那一把 那一把 很屌 你往前砍 會有音效 然後橫砍也有 就是你用同仁的那些招式 都會有那種音效 然後你 只要念他那句經典台詞 很屌 但是我們今天呢 不是 我們今天是開箱 一樣是木棉花 他們有帶領到 然後有做一個 產視者的1比1的版本 其實蠻重的 所以我在想 該不會是鐵的吧 就是跟我後面 我已經放在席位上了 就是跟我之前後面有的武士刀一樣 我不確定 然後我先看一下 這一把要價是2500元 喔 該不便宜 欸 給各位看他其實蠻大吧 刀燕神域的話其實我一直都沒空看到後面 雖然有聽說後面很好看 是不是最新 之前最新那一季也很好看 我不確定 因為AJ跟我說 沒有 AJ跟我說並沒有 他的殼其實蠻精緻的 我覺得還不錯 你們問我說 推不推刀燕神域的話 我覺得我目前 我是沒有看到後面 但是 我覺得以他的這類型的 世界觀 然後還有他的設定 我覺得是還蠻好看的 所以還蠻推薦給大家 因為你想想看 帶著VR進入異世界 然後被困在異世界 然後假如說在異世界死掉 現身或走遊玩死 這類型的題材 不多 而且是自從刀燕神域出了以後 才變很多 像是怕痛的我 全部都點防禦 然後還有那個 媽媽二連擊那一部也是 對 後面才越來越多這樣 我看一下要怎麼開它 然後這邊應該就是 我看一下它寫什麼 喔 刀燕神域 唉唷這樣寫來 頗有模有樣的 好 我們就來把它打開吧 為何料理 欸 欸 喔唷 我以他盒子只有單純就是 表面上黑色 欸還不錯耶 喔 這個還不錯 他這邊是有那個 這個 童人他一些 經典的 畫面給結下來 然後放在這上面 而且都是童人 沒有雅思那 然後左下的這邊 還有一個圈和叉 就是那個 在刀燕神域裡面 他們選單上面的那個圈叉 唉唷還不錯耶 欸這蠻好看的 這樣我覺得 更值得收藏 好菜 超大把的 這臉真的是 現在看有點好像 這可能是一個遊戲 但我們不在玩 對不起我英文還拍 這只是個遊戲 但是 我們 不能 玩 再次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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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看我英文好爛喔 我解釋出來了 他說 他或許只是個遊戲 但是我們不能再玩他第二次 唉唷 我懂了 看 我英文好爛 那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笑 好啦這個就是採釋者 來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唉唷 有點重耶 唉唷 好大把喔 唉唷太長了 唉 蠻重的耶 他這個是1比1的 看 總能是怎麼把它拔出來 不好意思 拔出來就有點困難 唉唷 唉唷 而且 我發現它材質並不是鐵的 它是塑膠沒錯 可是它這一把 重量至少也有1.5公斤左右 中間這個材質我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中間這裡是屎型的 給各位近距離看一下 其實做得還蠻不錯的耶 然後它的那個就是 細節處啊 都有把它做出來 我覺得很完美 真的就是跟它那一把一模一樣 它是怎麼單手拿 這單手拿其實蠻重的 嘿 好對不起 小鐘哥 唉唷 不錯耶 餡品也不錯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個 這是什麼 好像只是證書嗎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附的 拿起這個就會讓我想到 雅思納 同人 雅思納 同人 靠腰 那個阿翰的影片 那一幕有個好笑 這樣拿起來感覺蠻帥的 另外一個版本啊 就是4萬塊台幣的那一個 它就這樣 橫展就會發亮 還有 往下砍 然後再往上的 然後咧 斜的斜砍 這是剛雷鋒借的 不要賞到它 各位你們看 整體下來 這一把 確實不錯 有了 Coast的話其實 這一把真的蠻還原的 不愧是2500 有一個皮質的味道 就是我覺得有值得 好了各位 真的不錯 值得我覺得值得買 其實我通常很不喜歡 搜其實就是 塑膠製的 我覺得擠要搜 就是要搜那種鐵的 可是這一把我覺得完全OK 做的真的蠻精細的 來給各位鏡看一下 有沒有 你們看 感覺真的很不錯 很帥耶 哇 男人的浪漫 就是這一把劍 對 哇 這樣拿起來感覺好餓啊 想要吐刺 當初雷蒙姐 我有時候好問 他說這可以比西瓜 他說不行啊 是塑膠的 但是 因為它 畢竟是 塑膠的 所以它有一些接合的點 還蠻明顯的 對 可是我覺得總體來說已經很好了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 套餐成玉 產速點的開箱 唉唷 有點爽 不愧是1比1的 真的很大 而且 我覺得他們蠻用心的 他們盒子做得很用心 各位有興趣也可以去買 對 不確定還有沒有貨 不然你們可以買4萬塊那一個也可以 哇 那個就真的是 OMG 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就是 當然是沈玉 後面推不推薦我看 對 因為我後面還沒看過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對不起雷蒙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開箱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做的那種1比1的周邊 到底是長怎樣 好不好 我目前看起來是蠻值得買的 好啦 然後 妹妹真的太香了 哇 如果這妹妹我還不選 而且 如果我是同人我就 算了沒事 好啦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喜歡 那記得去追蹤和V 按照我的粉絲 追蹤我的分享 那今天就簡單的開箱 那各位想要看我開什麼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